我们说完内五行,说说外五行 内五行里面,比如说长蟒拜日 蛇,然后胡黄拜月 到晚上的时候,有人真的看到了 一个黄鼠狼,就是看到月亮,出来的时候 很亮,然后他就这样,作意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练这个功 我们正常练功的时候也可以,就看太阳,看月亮 有人说看太阳,你这个眼睛受不受得了 不好,其实那些人 大多数人没练过,我们曾经看的时候,刚开始 答案是不行,甚至流眼泪很严重 睁不开眼,半睁 但是到后来呢,就是练到后来,看完之后 感觉看其他东西 黑一点 是自然的,就 藐视一些的感觉 所以火眼睛精,是不是就这么练出来 当然现在慢慢来 你不能硬掰着眼睛 曾经也是我 流的眼泪太多了 那么 月亮就好说了 就是吸收这个天地精华嘛 日月之精华嘛 天地 之子 就是首先是日月 也有北斗七星的 比如说这个熊仙 当然这个也是那么一说 但是现在的这个星座 就是大熊星座 小熊星座 是大悲斗小悲斗七星 我们重要的说一说这个 这个 清风 烟魂 就所谓鬼仙 这个说法也不一样 清风 是男鬼 烟魂女鬼 也有说清风 是什么少王 或者哼死之人 而且没有后 这都是不同的说法 那烟魂呢 就是 古魂烟魂 反正 不入自家祖坟呢 也可以叫 烟魂嘛 那位女性 她传承到最后 这个外染色体 不知道 没有了 这个光是X 不知道传到哪里了 所以为什么 中男轻女呢 就是保持这一个血脉 多少还有那么一点 的遗留 你还能少 捣啊 捣啊 捣出自己这个祖宗了 那么 就说 有些 甚至 只败 这个悲望 这个悲望就是 掌上教主 那就不管是清风厌魂 总是她说了算 一般呢 那所谓 这个都是走地界地府 这些东西 给人这些方面的能力 比较强 不管是 就是学了这些用看事治病的 一般是通音的 一般是通音的 那么又分了 就是 自己家的 这种 一般 叫悲望 自己的老祖宗嘛 拜的 那没有 没有 实在 没有接这个香火的 到你这 那你从外面找来缘分 那也算吧 然后分成 这个 保家 和卫国 不是 就是 自己家的 就叫保家 不给别人 出去办事 保佑自己 家庭 家族 或者就你自己 每天 处于事务 少我拜 上公 那与他沟通呢 如果是 出去干这一行 那就叫 出马了 东北的说法 出马跟出道有什么区别 出马一般就是 直接 上你的 站你的身 出道呢 这个就文火 不是无火 来的比较慢 修的是你个人 所以说很多 这个出马 搞了半天 他不是自己的功能 都是借来的 所以 宁可慢一点